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3月4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洞察,李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前瞻 李卫华 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将做任期内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 该报告通常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对上一年2023年工作的总结 其后是对本年2024年工作进行具体的部署 本文试图从专业的角度预测和展望一下报告后一部分中的相关经济政策 事实上,中共每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会对下一年的经济政策做出大致规划 次年3月,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的经济部分 仅仅是细化中央工作会议定下的调子而已 但是,与大多数中共重要文件一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 很像逻辑上看似一致的玄学文章 近年来更是总创造新的词汇 晦涩难懂 即便文中的每个字读者都认识 却往往又读不懂文件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即便读懂了字面意思 也不一定参悟出其背后的深意 这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才能将文件翻译成容易理解的白话文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 就是基于相对晦涩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 去展望李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经济工作相对具体的部署 1.2024年GDP增长目标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最重要的信息是该年的GDP增长目标 所有的经济政策制定 初衷都是实现该目标 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 是1994年以来最保守的 这是因为 2023年中国经济刚刚从几年的新冠疫情防护中走出来 且对美关系尚未稳定 决策者本身对实现5%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大自信 因而将经济增长目标表述为5%左右 这就意味着 即便实现不了5%的增长率 也说得过去 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 提到了2024年的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这就意味着 决策者认为 2023年这一特殊年份的中国经济大体稳住了 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显然不会像2023年那样保守 基于此 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5%肯定是下限 至于具体怎么表述 可以是直接说5% 可以说不低于5%或至少5% 甚至激进一点 可以定为5.5% 或者模糊一些 定为5%至5.5% 有了目标 接下来会涉及到具体的经济政策去实现该目标 本文余下部分 预测一下李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 可能涉及的经济政策 2.房地产政策 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 提到了2024年的经济工作中 要先例后破 多出有利于稳预期 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 这些文字是委婉地承认 过去几年对以房地产行业的打击破 做得太激进了 影响了预期经济增长和就业 基于此 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应会涉及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政策 事实上 房地产政策自今年年初 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许多地方政府 解除了此前的一些购房限制 中国央行也在2月20日 下调了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英文简称LPR 该利率与房贷利率直接相关 这就意味着购房成本开始下降了 读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房地产政策的稳 至少在目前看 显然不是为了刺激房价上涨 而是对此前破得太激进 做出修正 或许明年或后年的房地产政策基调 又变成破了 三科技创新政策 在部署2024年的经济工作中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公报提到的第一条 是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 意思是政府在2024年会支持和发展 能够迅速产业化 拉动经济增长的科技 公报中特别以不同的方式 提到了几个具体领域 发展数字经济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打造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开辟量子 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读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发展、加快推动、打造和开辟几个词 意思和力度显然不尽相同 其中发展和加快推动 显然最急迫 力度也会最大 相信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会重点提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具体政策 股票投资者如重点关注上面明确提到的几个行业 或许今年会有不错的回报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关于财政政策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表述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厉 提制增效 严控一般性支出 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这样的学学文字翻译成大白话 意思是 2024年的财政政策会比2023年更加积极 但只是有限度的积极 会用到提高经济质量 增加经济效率的特定领域 而不是大面积救助目前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 基于此 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会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 也可能会发行一定数量的不计入财政赤字的特别国债 但是规模不会很大 关于货币政策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表述是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 而此前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表述是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两个表述的差异 预示着2024年货币政策会比2023年更灵活 但也是适度的 新的表述的经济背景是 一、目前 中国利率较低 美国利率较高 中国通过降息 自己经济 降息的空间有限 二、美国的通胀已基本稳住 2024年二季度或三季度很可能开始降息 到那时 中国的利率也可适度调整 而在调息之前 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 将更多的依赖于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以及通过精准有效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特定领域和行业 这些内容 相信在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都会有具体的表述 五、内需政策 内需不足 是中国经济的老问题 我在近期的文章中 详细分析过该问题 在部署2024年的经济工作中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提到的第二条 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这就意味着 新的一年 通过提振内需已提高GDP增长 是仅次于前文提到 通过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事宜 但是 我在公报上没有看到任何 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内容或暗示 我能看到的都是一次性提振 2024年内需的内容 如要以提高技术 能耗 排放等标准为牵引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及换新 这些话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2024年 政府会通过新的标准或经济激励 引导和鼓励消费者将传统能源车换为新能源车 将传统家电换为智能家电 引导和鼓励企业将就设备换成高技术 低能耗 低排放的新设备 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应会具体阐述上述政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些举措对于提振内需作用都是一次性的 读者可以参考2008年 中国政府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制定的鼓励汽车下乡 以提振内需的相关政策 6.对外开放政策 关于对外开放政策 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表述为 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3年底的表述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和扩大 显然含义和力度都不一样 在欧美鼓吹与中国脱钩 具风险 以及中国前几年疫情防控和打击特定行业 对企业家信心和财富打击很大的背景下 通过超预期的对外开放 让外资做此前不能做的生意 进入到不能进入的领域 既可以加强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 也可以提振国内企业家的信心 显然是依着妙齐 从2024年年初开始 中国已经单方面放开了 对许多国家的签证限制 这在此前战狼叫嚣氛围中 是不可能想象的 相信在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会提到一些超预期的 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和政策 时间 篇幅和笔者自身认知所限 只做如上展望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所有谜底下周 也即将揭晓 无论展望对错 也请读者包容理解 李卫军 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 中国全国人大 取消重要新闻发布会 美国雅虎 中国取消了今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年度新闻发布会 李强总理不会举行记者会 这是往年难得的 回答问题的机会 除非有特殊情况 未来几年 不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但记者将有更多机会 向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提问 今年的全国人大会 时间也比较短 只有一周 中国立法会议开幕 经济刺激成为焦点 日今亚洲 中国的年度立法 继于3月7日拉开帷幕 人们对高层官员 出台更多措施 以支持疫情后不平衡的 经济复苏的期望很高 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CPPCC 在北京召开 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PC 定于3月8日召开 2023年推出的刺激措施 未能提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 中国表示 立法机构将避免任命外交部长 日本时报 中国全国人大在本周的会议上 不会宣布任何人事变动 这表明 王毅在不久的将来 很可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 议程中没有人事任命 这表明目前不会有王的替代者 此前担任该职务的秦刚 现任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职务 秦的辞职意味着 他失去了刑事起诉的豁免权 尽管他尚未被正式指控犯有任何不当行为 中国政府几乎没有提供有关 其目前的状况和下落的信息 由于外国投资下滑 荷兰关闭中国领事馆 彭博社 由于荷兰努力吸引外国投资者 荷兰关闭了驻中国重庆的领事馆 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宣布 今后将处理与重庆及周边省份有关的事宜 据报道 领事馆的关闭是由于该地区的商业活动有限 中国在吸引海外资金支持经济复苏方面一直面临挑战 据信 关闭领事馆与中国与包括荷兰在内的其他国家 在贸易和地缘政治问题上日益加深地分歧无关 荷兰政府已联手限制中国获取某些高科技 领事馆关闭之前 附近的四川省当局拘留了两名报道抗议活动的荷兰记者 年度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中国寻求重振经济放缓和挽救房地产市场的方法 美联社 中国经济放缓和各种挑战将成为年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的焦点 该国的劳动力正在老龄化 外国投资正在下降 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 由于消费者带动的复苏希望未能实现 地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 去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约80% 中国的情绪低迷 然而 中国共产党的官方信息是积极的 声称对经济复苏和增长充满信心 这次会议将让领导人认可已经做出的决定 并将提供一个宣传政府计划的平台 预计李强总理将宣布5%左右的官方经济增长目标 但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增速将放缓至4%或更低 尽管许多人希望增加政府支出以提振经济 但显然仅靠支出不足以解决该国的问题 香港律师事务所削减办公空间 给商业中心带来新的打击 彭博社 由于香港经济放缓 以及并购和首次公开募股的缺乏造成影响 香港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包括的净律师事务所和欧华律师事务所 正在减少黄金地段的办公空间 经济低迷导致基准恒生指数去年下跌14% IPO筹集的资金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家救助计划后 中国小盘股上涨 南华早报 自2月初以来 中国小盘股的表现优于大盘股 表明投资者信心有所复苏 中正小盘500指数期内上涨14% 中正1000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分别上涨13%和10% 小盘股的好转表明全国2.2亿个人交易者的兴趣日益浓厚 此前 由于券商发行的杠杆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风险 规模较小的公司首当其冲地遭受抛售 疑问浮现 中方将在两会上给出怎样的答案 南华早报 中国的年度立法会议及两会定于下周在北京开幕 近3000名中国立法者和政治精英将齐聚一堂 讨论维护国家经济稳定的计划 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疫情后经济复苏 房地产危机等挑战 预计李强总理将发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其中将包括今年新的增长目标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 但仍面临经济挑战和投资者吸引力下降 这两次会议还将为北京提供解决人事问题的机会 例如近几个月解雇几名精英政客的问题 会议还将讨论军事预算 南海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的技术路线图等话题 这些会议是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 中东和乌克兰冲突以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召开的 中国零售商如何为美国人提供大幅便宜的服装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 美联社 美国立法者正在质疑最低限度例外 该贸易规则允许美人每天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进入该国 批评者认为 该规则允许制造商避免旨在保护美国公司的关税 并绕过禁止进口强迫劳动 非法药物或不安全材料制成的产品的法律 中国是进入美国的零售包裹的最大来源地 每天根据微量规则运送的近300万件小包裹中 大部分来自中国 废除该规定可能会使每笔交易增加20至30美元 这将使企业在财务上无法以目前提供的低价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产品 全国警察组织协会去年12月作证称 去年击货的大部分分泰尼都是通过微量包裹进入该国的 中国保险公司警告房地产巨头万科存在债务风险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因其债务风险而面临保险公司的审查 据称两家北京保险公司已要求其投资组合经理密切监控万科的信用风险 而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已只是其养老金经理减少对该公司的风险敞口 万科已开始与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谈判 试图延长部分私人借款的期限 但尚未达成协议 由于对其债务困境的担忧 该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周一跌至历史新低 特斯拉中国出货量跌至一年多以来最低 彭博社 由于农历新年假期销售下滑 以及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价格竞争加剧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出货量 在二月份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新低 该汽车制造商从其中国工厂发货了60,365辆汽车 环比下降16% 同比下降19% 由于人们休假探望家人和朋友 中国的汽车销售在农历新年期间通常会放缓 此外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增长正在放缓 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出货量将增长25%,增速较往年放缓 菲律宾马克思称将与中国接触,谴责侵略 彭博社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 马克思表示 尽管批评了有争议水域的侵略模式 但菲律宾将寻求与中国进行双边接触,以解决南海争端 马克思还为该国与美国深化的联盟进行了辩护 称其为该地区的稳定支柱 过去一年,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 因为两国对这片海域主张重叠 而这片海域是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并蕴藏着能源潜力 马克思目前正在墨尔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为期三天的峰会 因手机游戏噪音刺伤室友的中国男子在新加坡入狱 南华早报 新加坡一名24岁销售助理因用菜刀刺伤室友而被判处12个月监禁 事件发生后,该男子下班回家,发现室友正在用手机观看比赛直播 两人此前曾因室友酣声大起争执 受害人被刺伤的地方留下了一厘米的伤口和严重的疫情 中国公司法的改革引发赞誉,但也引起一些人的担忧 日经亚洲 中国对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将缩短投资者缴纳注册资本的时间 并增加公司管理层对股东为履行承诺和有害行为的责任 修正案包括股东缴纳注册资本的五年期限 注册资本是在中国成立公司时承诺的初始投资 这些修改旨在修复现行公司法中的漏洞 例如公司监督和问责制度不足 此次修订预计将对全国数千万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法律专家担心这些变化可能会抑制创业热情 并导致大规模企业倒闭 此次法律修订之际 北京加大力度支持私营企业 增强投资者对受疫情严重打击的经济的信心 这些变化旨在解决股东逃避缴纳承诺资本的责任 以及公司将注册资本夸大到不切实际的水平等问题 这些修订引发了法律专家和商界人士的激烈争论 一些人欢迎这些变化 认为这是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一种方式 而另一些人则警告称 这些变化可能会抑制创业热情并导致企业倒闭 此次修订已经产生了影响 一些公司急于减少注册资本以确保遵守新规定 修订后的法律还寻求加强对公司股东和领导层的监督 要求他们对出资等事项承担更多责任 然而人们担心为付股权转让和原股东退出公司后的责任 可能会产生混乱和争议 总体而言 这些变化旨在优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并解决现行公司法中的问题 但人们担心这对创业和企业倒闭的潜在影响 反抗习近平的香港年轻人现在在中国派对 日本时报 文章讨论了中国政府对香港异见人士的镇压 如何导致香港自由的丧失和城市独特身份的削弱 许多居民已经幻灭并前往英国等国家 而其他人则接受了新的跨境生活方式 在中国大陆寻求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一名抗议者的案例 尽管他之前抵制过中资企业 但现在仍定期前往深圳寻求廉价食品和按摩 总体而言 文章表明镇压行动对香港居民的政治气候和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限制解除后 香港周末房屋销售激增 彭博社 在政府取消长达10年的购房限制后 香港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年来最好的周末 周末 十大地产录得61周来最高销量 共27笔成交 较前一周增加3.5倍 此外 横积兆业地产的Belgravia Place项目 在周日的短短4个小时内 就售出了全部138套代售单位 这些公寓收到了超过4400份申请 然而大多数分析师认为 由于高利率充足的库存和疲软的经济 市场的中期前景仍然充满挑战 橡皮图章议会能否帮助中国经济 英国广播公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将于3月5日开幕 人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中国政府将未陷入困境的经济提出哪些解决方案 全国人大是一场政治表演 主要是闭门做出的橡皮图章决定 但分析人士将关注党的官方路线的任何变化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中国经济目前深陷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导致政策制定者无法向基础设施注入资金 理查德、麦格雷格表示 有传言称政府正在寻求某种大型声明以恢复信心并提振增长 纽约大学教授安理认为 此次会议可能会立法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支持 因为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创业投资来实现习近平主席的高质量增长目标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3w.62brief.com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现在体验 请去3w.62brief.com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 如下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2brie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